而同图赖则被直接判处了凌迟 凌迟三千五百刀 此为汉奸的标准下场 哎 关大一击压死人啊 你说说 这事上哪有这种人啊 不准别人把自己当游击将军 结果自己却要底下的人叫他总训导官 你说说 还讲道理吗 好了 你少说两句 邓对正那是爱护你 就是 杜哥 邓对正是个好人 你别这样说他 以前我刚入伍的时候 他天天找我谈心呢 问我有没有被你们老兵欺负 那你怎么回答的 那 那当然是没有的事 我当时说的是杜哥很爱护我们 大家都很照顾我 嘿嘿 你小子会说话 将来会有出息的 老爷 好像是有官兵来了 没事 没事 还好老爷我提前托人 向大清朝廷捐了个官 大清如林郎 张胜胡 欠过王师 大清万岁万岁 万万岁 够日的 这家伙已经先把自己变成剑奴了 背叛祖宗的吓唬 把他抓下来 压下去 交给总兵和总训导官发落 你们 你们 你们是匪寇 老娘养的 你也瞎吗 我们是抗鲁军 大明官军 谢千 你这逃奴 你还敢造反 你 看清楚 本官现在是大明皇帝陛下 亲封的总兵官 不是你这汉奸口中的逃奴 也没有造反 老子可不想做汉奸 还原的奴才 表明啊 在下本是大明举人 愿意重归大明 还请谢大帅 给予张某一条生路 说吧 你张胜胡提剑奴 筹集的粮草在哪里 大帅冤枉啊 在下哪有钱粮资敌啊 再说 在下速来西向大明 也不敢 更不会资敌啊 你认为老子信吗 他不敢说实话 随旦吧 我紧一位查探道的消息 岂能有钱啊 说 我说 我说 在收族院的西院仓里 但是 诸位爷 能不能给小的留点啊 这都是肃君王 亲自征药的粮 你要是全拿走了 您让我怎么交代呀 何况 你们肯定 也拿不走那么多 整整二十多万蛋粮啊 求求你们 你们给在下留点吧 邓剑士 我们的人不多 的确带不走这么多粮食 还是发给老百姓 对 发给老百姓 到时候剑奴 肯定要从老百姓手里 抢走这些粮食 那样就能激起百姓们 对这些建筑的仇恨 有利于抗清事业 但兄弟们 却把粮食运出来 发发给百姓们 把这姓张的聂门 投敌叛国者 绝不姑息 这抗鲁军的首领叫谢迁 本王大军的二十万蛋粮 全部被他们抢了去 是的 主子 张胜谷已经被他们处死了 大部分粮食 被他们发给了当地平民 混账 二十万蛋粮 整整二十万蛋粮 这让我大军又得慢好几天 这群反贼 本王恨不得杀光他们 现在这会叫抗鲁军的反贼在哪 在青城县 青城之县来让戎不战而降 放了这会反贼进城 现在青城之县 你就杀了我们在城里 多半粮草的八七官兵 该死 真是该死 现在离青城县 最近的是我大京哪只官兵 公布尚书 彻尔路的两个牛路 让彻尔路 立即去给本王灭了这会反贼 涂了这青城县 还有 高燕献田真的百姓 一个也别放过 把这些贱民抢走的军粮 抢回来 这 陛下 山东最急乱得很 豪格布的大军 已经十来日没法南下 抗鲁军还占领了咨川 逼得豪格 不得不让阿巴泰 率部分精锐 留下助手眼招 如今只准塔一布南下 可见敌后战场的开辟 取得了很大的效果 告诉谢前和邓志远 就要这么做 尽量发展骑兵 增强机动性 来无影去无踪 把剑弩后方彻底搞乱 遵旨 一定要打好这场决战 一战定乾坤 陛下 最高特别法庭已组建完毕 现在请您预批第一批被审判批斗的战犯 给同图赖 铸造一柜像 放在回安城前 以后每批斗一个汉奸 就铸造一柜像 告诉方越贡 组织民夫建造一个汉奸 以及汉奸罪行展览馆 朕亲自拨款 朕要让天下人都看看 这些人是如何不忠于大明 不忠于汉家人民的 遵旨 而最终 朱有俭亲自下达了判决指令 伯洛被判处了谭香刑灵迟罪 因为伯洛曾经厌误过汉家女 所以要接受被举报的灵迟刑罚 谭太因为辱虐过汉家儿童 所以被朱有俭判处 公刑加谭公刑处置 而同图赖则被直接判处了灵迟 灵迟三千五百刀 此为汉奸的标准下场 爹爹 叔父 你们坑得我好惨啊 下辈子 咱们能不能别当汉奸了呀